牛肉负含优质蛋白脂肪各种营养素 是平时作为补充营养很好的一种肉类老少皆宜 牛肉营养好 烹饪的时候也要注意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 炒牛肉时不要放盐和料酒来腌制 教你正确的做法 牛肉不腥不柴 特别的滑嫩可口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准备一块新鲜的牛肉 先改刀 切成小块 再来找到牛肉纹路的走向 纹路是这样往下长的 切的时候就要逆着纹路 把肉纤维切断 这样牛肉吃起来口感就会比较好 不会老柴咬不动 把牛肉切成薄片 牛肉切好 中到一个大碗里面 牛肉切好就要进行腌制 这个时候不要加入食盐 也不要加入料酒 因为盐会使牛肉的肉质出水情况变多 而料酒会让牛肉失去鲜味 所以不要再加这两样 腌制牛肉最应该加的就是啤酒啦 把啤酒倒到牛肉中 最好是没过牛肉 然后下手 抓拌出牛肉中的血水 啤酒倒下来后 能够清楚地看到有小气泡 这些小气泡呢 就能够很好的渗入牛肉切胃中 让肉质吃起来更加的鲜嫩 可以多抓一会儿 抓到啤酒变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 这血水就是腥味的来源 牛肉抓出血水以后 直接倒到肉塞里面 记得开流水 把牛肉冲洗几遍 用手抓一抓 然后再用手挤压一下 稍微挤干一点牛肉中的水分 沥干水分的牛肉倒入大碗里面 在这里加入一个鸡蛋清 下手抓拌均匀 让牛肉吸收蛋清 蛋清大部分是水分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打水的过程 牛肉吸足了蛋清 测热口感比较温滑 在这里可以多抓一会儿 充分地抓匀 抓两三分钟 盘底没有蛋清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下手抓拌均匀 淀粉可以在牛肉的表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 锁住肉质中的水分不流失 接着淋入一勺食用油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 可以使得牛肉片不易粘连 下锅的时候容易炒散 拌均匀以后 现在来看一下牛肉就浆好了 像这样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准备一点配菜 我这里准备了紫浆 切成薄片 紫浆切好 终结费用 来两个红椒 斜刀切片 切好和紫浆装在一起 一个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充叠备用 起锅倒入食用油 比平时炒菜要多一些 油温五成热 把刚刚腌好的牛肉倒进来 大火快速的滑散 大火快炒 能够锁住牛肉的水分不流失 口感更好 牛肉不用炒太久 像这样滑炒至 肉质分熟 表面有点变色 就差不多了 按照以上方法 研制过后的牛肉再来炒 来看一下 筷子夹着都非常地嫩滑 把炒过的牛肉 稍微控一下油 倒出来 放在盘里面备用 另起锅热油 油热把蒜片倒进来 翻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紫浆 和辣椒 把紫浆翻炒出炭香 把紫浆炒软炒至像这样子半生 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然后把牛肉倒进来 这个就可以简单的调味了 适量的食盐 一勺松抽 一勺蚝油 小许的胡椒粉 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入味 出锅前撒上葱段 再次炒凉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盛入盘中 一道美味的紫浆炒牛肉就做好了 没有添加过多的调料 保留了牛肉的原汁原味 吃起来鲜嫩可口 下饭好吃 以后炒牛肉的时候记住 不要放盐和料酒来腌制 用啤酒抓洗几下 你也可以炒出嫩滑多汁 不腥不柴的牛肉哦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